来 各位 刚才的视频啦 因为我们每次播视频的时候 我们不懂看到的会迷茫 他的声音OK吗 看你们看的视频都可以吗 他过程中会好像 听机啊 还是 lag 什么吗 给我知道一些哈 看到 想要看你们 Maggie讲OK 都可以吗 现在都可以看到我了吗 不会 OK 先 stop sharing 先啦 给你们看到我的脸先 stop sharing OK 都可以看到我了 来 各位 讲真的啦 在今年来啦 从90年代到现在也好啦 我们知道说抢劫案就 OK 谢谢你 你第一次听我讲话是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抢劫案就时常发生 然后 在现在COVID这样 这种年代很多人都失业 然后有人担心自己抢劫案啦 就越来越猖狂 在抢劫案的对象 在抢劫案的对象 一般都是在外面单独行走的人 与女性比较多 此外呢 那些Driver I mean 那些Uber 现在没有Uber了嘛 那些Taxi Driver 那些Grepar Driver 或者是行走到偏僻地方的情侣啊 都是抢劫案常见的受害者 抢劫案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然后一些好像7-11啊 便利店啊 KK Mark 还是什么Mark 今天银行也是发生过抢劫的案件 以前抢劫案都是在晚上发生比较多 现在呢 那些匪徒啊 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一天24小时没有休息 想抢就抢 光天画质都可以打抢的 你看的那些都是中国的 马来西亚的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来各位 我要讲什么呢 爱用手提袋的女性朋友 是匪徒最喜欢打抢的对象 无可否认啊 你手提袋你掉在一旁 怎样讲呢 OK 来各位 你就可以 OK 这个 我看因为我用这个 Background的关系导致到 他们太得空了 如果我讲话讲到一般啊 你有什么要讲话的话 你随时讲话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中 我们下个礼拜用Facebook的时候 你就没有得讲话 今天只要你讲到话 你开过我打一个招呼 我今天不会给一分 不会给两分 不会给三分 我直接给你五分 我先把那一个 Blackground我弄掉先 你看了就比较清楚 来各位 这个Blackground比较清楚 被打抢的时候啦 来各位 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课题 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 匪徒大部分是男性 现在如果你本身 我希望你没有 但是如果你本身 有什么经验的话 你随时跟我分享 尤其是这个手提袋 来各位 不过这是黑色哦 我的衣服是黑色 我把等一下啊 我穿红色比较好 我把我这个外套脱掉 然后我示范给你看 OK 等一下啊 一下子啊 各位一般上啊 女生都很喜欢戴这个手提袋 这个这个我是跟他这样借的 空肠我们 看到我 OK 来各位 空肠 他们太得空了 来各位 空肠手提袋我们这样子戴 很多女性就喜欢这样子戴 比较漂亮嘛 对不对 匪徒 就是针对你们喜欢这样子 一抢下去 被抢击中紧 你可能还破产还跌倒 我是当然是比较建议 是这样子戴 你这样子戴的话会比较好 明白吗 这样子戴会比较安全 然后记得你这个bag 尽量不要放在后面 你尽量放在比较前面一点 在你这个前面 尽量用鞋 无可否认啊 如果你 你这样子 一般上手提袋都是 那些 希望叫叫你们这样子拿 讲真的 你这样子戴 会比较漂亮 比较美 但是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咯 你觉得啦 匪徒比较容易抢来的 当然是这样子的啦 所以我不会讲说 这个是手提袋的错 我只是温馨的提醒哦 尽量减少被匪徒 听伤的机会 还有如果啦 这种back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呢 你要小心 这样子的话 还比较安全 但是呢 最近我try back 我看到有人 是这样子弄你的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是基本上啊 因为你讲对 放在胸前 手提袋也好 背包也好 都是放在胸前 会比较OK the voice bring back taco是男的还是你的啊 sorry 但是很多女性 她们有可能一些化妆品啊 一些好像 我拜託 因为化妆品啊 还是一些私人用品啊 还是一些电话 女性没有办法咯 就可能要用手提袋比较多 来继续 各位 刚才你看到的那些video啦 我用这个背景没有问题啦 我懒惰开回去啦 来各位 你看的video啦 在后面的部分啊 都是怎样跟匪徒去fighting的 但是在这里的大家 这边的22位朋友呢 也许你没有勇气去跟匪徒fighting 这样我就列出大概10样 10样温馨提醒 当然啦 我不是说去揍你被打抢 绝对没有 但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倒霉 我们真的不小心遇上了 我们要怎样去保护自己的安全呢 现在我就sharing screen给大家看 为大家准备的这10个温馨提醒 来各位 OK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 来各位 很多人讲啦 你被打抢的时候 你要镇定 讲真的啦 是很难的啦 因为那个时候啦 我们都三魂不见六魄了 三魂不见六魄了 来各位 所以你要记得当你被打抢的时候啦 你一定要找一处 有利于自己站立的地方 平坦的地方 因为如果发生在楼梯的话 你必须要小心 你要站好 不要站在那个楼梯那边 现在站在比较平坦的地方 然后记得 如果你的手 你的手附近啦 你可以拿到任何物件 譬如好像石头 当然 我没有叫你直接丢它 你真的要看情况 如果我是匪徒的话 你手上没有任何武器 我会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我可以为所欲为 站在匪徒立场 你有石头也好 你有手机也好 我身为一个匪徒的话 我不大敢靠近你 因为我担心你会攻击我 被石头丢 不是开玩笑的咯 中眼睛会瞎的咯 明白吗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你手里可以拿着任何东西 你尽量拿 你手握着先 是否要攻击对方 要攻击匪徒 你真的要看情况 同一个时间 如果你能大声喊的话 你尽量大声喊 让匪徒指南而退 第一个我讲完了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你随时 因为这边麦克风 我没有关掉你门 麦克风跟video 你随时可以打开 记得在结束之前 我都会一个一个啊 有时间的话 问你们 问你东西 只要你开麦克风 如果讲一句 废话也好 今天五分是你的 还有extra礼物 等下我会告诉你们 来各位 进入第二 还ok吗 大家哭 Can you use key as weapon 大家哭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第一次在我这边听吗 可以问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吗 Can you use key 所识的话 你要敢 因为很多人都不敢 包括我第一次被打枪的时候 这样最了解 不过那是什么 来各位第二 记得啊 如果匪徒没有任何武器的话 而你又自己具备反抗能力 你就要尽力反抗 但是如果匪徒他有武器的话 你不要跟对方fighting 你一定要确保自己的性命安全为主 同时你要选对时机 像有人的地方或者有光线有灯光的地方 你跑去 明白我的意思吗 来 第一跟第二讲完 我进入第三 ok吗 ok的话你给我知道一下 pony ok 来各位第三 第三是什么你知道吗 来 各位 如果匪徒啦 可以 今天你们很很踊跃啊 下个星期在Facebook的话 我希望你们更踊跃 ok吗 如果匪徒只是要钱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钱包丢向远处 来给自己逃跑的机会 各位 记得是反方向 怎样讲的呢 各位 我 cross掉这个sharing screen 我直接 啊 做一个示范给你看 等一下啊 我去拿我的那个 那个钱包一下 通常很多人不知道的 这个 这个我就要跟大家讲 来各位 这个 是钱包 看一下 里面 各位 有看到里面有钱吗 哈 一张可怜啦 一张十块钱 但是不用起来各位 记得 如果匪徒你真的确定 他只是要钱的话啦 你当你拿到这个钱包的时候 这个 方向啊 不知道是左还是右啊 因为我向左等向右 匪徒在那里不知道 当你拿到这个你的钱包 你的钱包的时候 ok 然后钱包 记得 当你丢在一边 你就往这个方向 明白我的意思吗 匪徒就会去追钱包的方向 而不是你的方向 来 一样 这个是钱包 你如果 你 丢这个方向 你就往这个方向 跑 匪徒 会去找你的钱包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过我这个钱包啦 我用了这样 我用了这样多年啦 是有武器的 你知道我的这个钱包 怎样放武器吗 很简单 你看一下 这个是普通的钱包 对不对 里面 是有钱的吗 对不对 通常啦 如果匪徒要多拿钱包的时候啦 我就会这样子哦 这个是刚才的钱包啊 给你看多一次哈 这个是刚才的钱包吗 我只是会这样讲 我会关起来 然后 然后 然后我这样子 看到火了 钱包收火 那个要很小心了啦 来各位 我就开回 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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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的位真的是很重的 有看到火吗 OK 开回刚才的那个 powerpoint一下 来各位 记得记得 但是讲真的啦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匪徒的到的时候啦 我们都已经跑不动了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跑的话 我们就尽量 顺从匪徒 尽量不要跟对方起争执 OK 接下来 我会讲第四个 来各位 第四个很重要的 就是发生过后 真的匪徒跑了 你就一般上 你都要 报警对不对 等一下啊 OK 来各位 记得 当你被打抢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力反抗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匪徒 人数 你能认得他的脸是最好 但是很多时候是蒙蓬脸的嘛 认得他的 认人数 两个三个一定要知道 因为警察问你 还有 他的身体的特性 是男是女 大是小是 染头发吗 耳环啊 手臂有纹身吗 他的服装啊 他的语言啊 一定尽量去了解 你紧张 但是你需要说 你报警的时候 警察可以帮你做回復徒 一定要记得 还有他的 如果他是驾摩托 你尽量注意车牌 看不到车牌 注意他车的摩托 Missan Vira 啊 Suzuki 这些要记得 车辆的颜色 你以便报警的时候 你提供更有效的线索给警察 来接下来第五 第五这个很多人不大会的 这个我要讲一下 来各位 还是一样 我关掉那个sharing screen 我用动作来 啊 教大家的话 大家就应该了解 各位 我刚才讲了前面四个吗 我讲前面四个 你们都听得懂吗 都知道我在讲的东西吗 可能等一下你 会有什么意见 你随时发表意见 喝水一下哈 ok吗 前面四个 今天不用写报告啊 谢谢Mandy 今天不用写报告的 来各位 因为 除了在外面被打抢之外 当匪徒会绑你的手的时候 一般上是什么时候 入屋行窃 这个是真的 我看到那个video了 就是如果啦 ok 如果匪徒 这样绑着你的手啊 通常他绑你的手 我把手放在前面 示范给你看一下呢 各位 你记得记得 当他绑你的手的时候 然后你不要放手 我不是叫你去打啊 他绑着你的手 你要紧绷你的肌肉 附近话叫 对叮叮叮啊 广东话就是要给你的肌肉 不要放手 给他比较硬一点 为什么你知道吗 来我拿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腰围 你的腰围 是30寸的话 当那个肥虎要绑你的腰围 他绑到几颈都好了 大概是那个绳子 那个长度围绕你的腰围 如果你腰围30寸 他绑的话 绑到很紧 你紧绷你肌腹 不要放松 他绑可能30寸 他绑到几颈都好了 29寸 你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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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放松 你全身没有力 你给他绑的时候 你的腰围30寸 他绑你 他会绑得更紧 对不对 说到我的意思吗 他绑你可能绑到28寸 27寸 你很难呼吸 你想看 哪一个方式比较容易受伤 你千万不要放松 他帮你绑到27寸 26寸 你要松绑也难 如果 你的手 你紧绷 匪徒走了 你放松 你比较容易松绑 做到我的意思 大概知道我要讲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都是上网找了那些资料过后才知道的 OK 我开回那个sharing screen Conny Yes 所以希望 我也希望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 你一辈子都不会用到 大概听明白 你不明白 你随时问 OK吗 我当时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来那个power point 我继续开回去 记得被绑的时候 尽量尽量紧绷你的 肌肉 不是皮肤 来 第六 这个也是有发生过的 各位 你出门在外面的时候 你不要去轻易相信别人 有些肥徒他们喜欢用 问路 将受害者引到偏僻的地方 在打枪你 就算你明知道这个地方 你会去 你都要坚持say no 因为就算这个地方 比如他问你 你可以带我去巴萨吗 你会去那个巴萨 那个巴萨很多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知道去的过程中 经过哪一段路的时候 他的同伴突然 跑出来一起打枪你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当然了 也是有发生过 你 你肥徒 用女色来引诱 难受骗者 这个我就不必多加几次了 你应该明白的 N.S.June 这招好 你的这招是应该是 是第五还是第六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N.S.June 用紧 我们可以等下再聊的 来 第七 第七 等一下 如果 如果是第七的话 记得 不要贪意外之财 怎样讲的 因为有些匪徒 他会这样子 他会给你十块钱 真的有 他给你十块钱 他叫你帮忙带路 都要先弄 或者匪徒 他把自己 他打扮成 慈善组织的人 各位 我只是随便举例而已 如果这边有慈善组织的人 我跟你想说 sorry啊 因为我本身也是慈善组织的人 他把自己打扮成 可能老伯伯啊 还是打扮成一些 你觉得你会可怜他 你想保护他的人 然后希望你带路 你都要say no 我没有教你做坏人 因为对匪徒人 实就是对自己常忍 知道吗 这种年代 真的要小心保护自己 NHT6 就算是你懂那个地方 你都不要带他去 我不是教你们常忍 来各位 基本上现在这种疫情时候 现在这种COVID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人会靠近你 去问你路 如果对方问路 告诉对方 手机有一个app叫做 jam 那个叫做Wave还是Vase Vase 那个我没有用的 jam bye bye 无聊 我的 我的上司 他很搞笑的 我跟他 1999年认识到现在 中学的朋友 到现在做同事 23年了 各位 手机有一个app叫做Wave 或者我经常用的Google Mac 他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不会用手机 Google Mac 就不到对境 因为我相信 在这边的这个group 很多好人在 但记得 不管你怎样帮对方都好 都坚持不要带路 因为 你越熟悉的路 你越没有防备 自信 很快 我讲10个就结束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时间应该很快就过 但是又不舍得大家 好像是最后一场的Live 这样子 Zone 因为在Facebook的话 我们的讲法就不同了 就不能这样 Enjoy 我们会很多受限制 在Facebook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Zone 不过上面叫 有Facebook就没办法了 使用Facebook会做得更好 来各位 在外面 不要轻易 喝到陌生人给的饮料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给的饮料 有些匪徒 会先将受害者麻醉 然后进行打结 自己带水罐在外面 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这很多时候都是带水罐 现在病毒的话 你都不大敢去外面 有些打包都不敢打包 记得啊 就算你打了 教训你打了两栽 你已经接种了 还是希望你没有什么事情 如果有看到我Facebook的话 我都尽量不鼓励 不要去弹食 尽量不要社交活动 但是如果是属于那种 好像你的另外一半是 你另外一半是住在另外一个州 或者你要看你的儿子的 你要跨州跨线的话 记得顾好自己 我当然给我自己的话 我是幸运 因为我爸爸妈妈 跟我住在一起 然后每个家庭 都有每个家庭的情况嘛 我不会用我自己的道德 去绑架他人 所以真的要出去外面的话 两个口罩 一个面罩 可以的话 带买手套 来第九 就是没事不出门 但是你妹妹 等一下从你家离开的时候 叫他们记得小心 因为他们要回预保 各位第九 讲真的 其实我跟你们分享的 这个十个 温馨提醒 都是我从一本 我去popular买的书 他教的 十年有了那本书 来各位 出夜街的话 晚上出去的话 现在很多晚上赶出去 对不对 七月半了 以后就算疫情好了 你真的出夜街的话 各位 你可以写带手电筒 或者是其他的防卫武器 如果你遇到匪徒打抢的话 你可以用来照射对方的眼睛 然后进行反击 或者逃跑 来各位 这个是苏珊这本书给的建议 但 我自己的建议 当我们看到匪徒的刀的时候 我们的脚都软 然后得得掉到云 怎样去做反击 可以做到反击的 又有多少个 另外 要带手电筒出街 真的不方便 现在我们人要用手电筒 怎样 就是收机 拿出来 然后就是开那个 等一下 就是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全部 现在都是用手机了 对不对 当然 我讲的这个 携带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 是比较容易打开的 不像我们的手机 还要解锁 来各位 请我 各位 除了手电筒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轻便的防卫武器 就是好像 比如胡椒粉 还有热热防卫器 你们都有自卑吗 如果 热热跟热热的话 哪一个比较有效 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功能 以前我做夜场的时候 都会放一些防卫器出门 咖喱烦 讲到我肚子的饿了 各位 小语一箱 你们答应过 等一下你们要讲话的 等一下我会问你夜场是什么功能 我去找你 可能跨手的话 想到那里了 OK来 这两个 OK 因为你们是女性 我是尽量解剖 飞除的心态 如果我要打抢你们的话 这个要迫在Facebook的压力 又来各位 Spray跟防卫器 它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 Spray是属于比较攻击性的 Attack Alarm 是属于比较防守性的 如果你本身是比较胆小型的 我建议就好像我买给我家人的 那个锁石签的Alarm 比较不会贵 但是如果你是胡椒粉 Spray的话 因为胡椒粉 胡椒那个 咖喱烦胡椒粉 那个Spray 你是要主动拿来 Spray对方的眼睛 除非你确定你本身 你真的有这个胆量 要确保 你的胡椒粉 Spray 真的在Spray使用的时候 你按它的时候 真的是有东西喷出来 如果真的没有东西喷出来的话 就比较够力了 来各位 这边 因为我刚才 我去偷我妈妈的那个Alarm 我现在给你看那一组Alarm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通常 都可以看得到 我手上拿的这个Alarm 你们买的太冒险了 Conny你是讲说 如果拿Spray的话 会比较冒险 对不对 对呀 因为如果你手又短的话 他又戴眼镜 或者是戴头盔 你敢不敢 我们男人都可能不敢 所以如果 是好像说 不好意思 他的那个声音 如果是Alarm的话 只要你把它一拉出来的话 对Alarm比较好 他就永远 永远保持大声的响了 大部分的匪徒 都会快速的离开 你们那边都会听到很大声 我太靠近了 真的是 是有少许耳鸣 透过不用钱还可以 来Alarm可以 去淘宝啊 去那个 Lazada Sopi 都有的卖了 来各位 玩具会 这个第十个 比较特别一点 可能有些人敢 有些人不敢 Alarm为主 Splay为次 我的车上是 装一支 双结枕 来各位 第十 你在被打抢的时候 你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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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个 你在确保自己的生命 安全的拳提下 一定要跟匪徒做fighting 不要整天就是 托龙托龙 这样啊 不要这样子 各位 我这样讲有一点难度 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东西 叫做谈判专家 教育讲什么 Alarm我以前也有 很想哦 教育 以前也有 现在也更要有啊 当然 我没有教你 像谈判专家 这样厉害 我要讲什么 各位 如果是入屋行窃 Yap Mok Han Kib 这样我讲得对吗 Yap Mok Han Kib 如果你被绑的时候 你和匪徒 有更多时间 是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 而你觉得 你自己有把握 说服匪徒的时候 你不妨尝试 我讲的说服 不是叫你说服匪徒 帮你送帮啊 然后不拿你一分钱啊 然后就又跑去自首啊 我讲的说服是什么啊 说服匪徒 尽量不要伤害你 跟你家人的 人身安全 毕竟钱财身外物 至于匪徒啦 他要拿走多少你的财物啦 这个就不在你的范围 控制能力了 小语等你讲完 我会开频率打招呼 没问题 为了五分 只要这边二十二位 除了Fendi跟Jam之外 只要你有讲一两句话 但是什么话都好 废话都归好 不要骂我出发 来各位 如果入行期的时候 匪徒跟你在同一个空间 你可以假装讲说你有重病 你可以 阿邦 沙亚阿达 不过你一讲你有COVID 全部都好啊 你可以阿邦 沙亚阿达 SIV 你可以喜欢的 不好意思啊 我用国语 因为很多匪徒都是马来的 各位 你可以假装讲你自己有重病 你要一笔医疗费 希望匪徒可以下手轻一点 你不要假装去讲说你的水你的你的孩子有病你的爸爸有病因为你的家人啊事先是不知道你这样讲的如果你爸爸在旁边你讲我的爸爸有有有有搞完癌你爸爸在那边露出破绽了啦会惹路匪徒的记得啊来你一定要确定匪徒是可以跟你 用语言沟通的如果你遇到神之不轻啊或者吸毒的匪徒啦你就要保持冷静少说话或者完全不说话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最重要因为在外国啦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受害者在匪徒离开之前就跟匪徒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他讲的话是要这样子啦他跟匪徒讲的嘛钱你拿去 你下次肚子饿欢迎来我这边拿食物 结果匪徒在领走之前他就在受害者的身边留下了一把厨房的刀子你应该明白我要讲什么吗因为匪徒99发现他们都是要钱不要命如果我是匪徒的话我要钱但是你真的你在过程中你真的你讲的话 真的我听到如果因为匪徒不是全部都是没有脑的有些有脑的话他可能会怕然后觉得如果我帮你可能你没有松绑可能你会死然后如果我是匪徒的话我帮了你你真的OK的话我把一把刀放在你的那个旁边是什么事情呢我跑了过后你匪徒你受害者啦你要脱绑 你要脱绑啊需要一些时间的你就可能拿那个刀自己去割割割那个绳子等到你成功脱绑的时候肥徒已经逃之夭夭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来各位 我从事慈善已经有两年了前几天啦我遇到一个慈善组织的主席他的中心那边啦他有开个foodbank 食物银行找foodbank啦给那些需要的人是去拿食物的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对的很多贪心的人啦都会来讨食物 我们是很难阻止他的但是我们每一刻啦都会提醒对方要珍惜不要浪费如果有拿过了这些食物啦你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忙的邻居一段时间过后啦真的会看到啦有些过来拿食物的时候啦会听到他们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米粉我不要啦你们上次给我的我还有这个食物银行这个foodbank啦除了华人之外啦他们也提供干粮给马来人给印度人那个主席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听了觉得很对他讲啦很多匪徒都是肚子饿才会去打抢大部分啦希望他们要去打抢之前他们想到这个foodbank可以医保他们的肚子而放弃去打抢的念头对这个方式也许啦不能立堪见效但长期来说啦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各位我要讲什么呢 如果真的不小心给我们遇上匪徒的话我们可以先用软一点的方式我们演戏都好都先尽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用智慧就是语言来击退匪徒等到匪徒真的被捉了过后你要怎样秋后算账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至于你要用硬的方式来击退匪徒的话啦 就要看你跟匪徒之间的胆量还有武器比较美国打抢是用枪我们马来西亚打抢是用刀如果匪徒拿到你拿枪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你是赢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来各位今天我暂时就讲到这边我关掉这个啊 sharing screen一下你会讲到自己呢有一点嘴巴酸了咯然后过后小语要讲什么啊等到你讲完过后我开一瓶打照顾我来各位 应该要跟你们聊天啊对不对来个位 如果我开始之前啊我跟你们讲啊关于下个礼拜的啦下个星期开始记得每个星期三到每每个星期三跟每个星期六星期三和星期六夜晚八点半至九点半大概一个钟头在Facebook啦 八点钟我一定要会一起share啦 中要大家给大家 ad diamond interest malaysia 来得给分手呢 你们的分数 经过我 jam还有fandy我们三个跟公司的争取 你们的分数你们很赛我这个哦 分数会保留 谢谢jam谢谢fandy 分数会保留 然后怎样送东西方面对不对来各位 在Facebook啦 第一个 Q and A 问答 环节 Q就是questions A就是answer 然后会送什么呢 一般上都是 这个要等公司最后的final confirm啦 目前我们知道呢 就是维他命C跟hand sanitizer 如果你有用过我们office的应该知道 很好用一下 因为维他命C跟hand sanitizer 都是现在抗疫的抵抗那个瘟疫 需要用到的东西 第二个奖是奖子抽呢 那个叫做share and like 分享跟按赞 这个公司会用抽签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Facebook lab是8点半到9点半 就是8点半开始你知道吗 都是准时的 然后8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那个Facebook那边 扣出来先 记得用你的Facebook去加Diamond Interest Malaysia 青色的logo的那个叶子的 不是Diamond Interest 因为Diamond Interest有两个 Diamond Interest是公司的背景 那个是建筑物的 你要加那个Diamond Interest Malaysia 三片叶子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一定要加那个 然后记得8点到8点半这个期间 尽量去share 你按share的话 就是破坏你的位 你的朋友有在share 叫我们一直share share了记得like 然后呢 公司就会进行抽签 这个礼物就比较大分一点 什么奖品呢 就是你们都知道 免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那个免疫五宝 250块的 你们都知道吗 如果知道 不知道你给我讲一下 免疫五宝就是那个磷脂 Dinotonin 维他命C 叶力素那些 葡萄籽有 不过葡萄籽是个Ninotonin 二血一 配套A配套B 250块的 我们就从那个一分两分不知道 都是要等上面 我们希望说可以标出多一点 就是为了你们的鼓励 然后分数的呢 分数的一样进来了 过后分数是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 我们会照给 至于讲给呢 等下个星期三 Ajem会再告诉你们 因为下个星期三 Ajem打头炮 来 我要讲完的就讲完了 各位 小雨 在吗 我只要答应我讲话的是小雨 阿妹还有 不 小雨 会会会还有一箱 你不可以 讲完了 哈啰 我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 各位 哈 谁开声音都可以哦 有听到吗 只要你讲话都好啦 五分 直接 送给你 小雨有讲话 等一下 可能我没有开到那个声音 一下子啊不好意思 我开那个声音一下 因为我听不到你们讲话 等一下一下子啊 OK 来 各位 有人讲话吗 哈啰 老师 等下我们要回的咯 是谁要回的 哦 郁香开声音了 June开声音了 At least开声音了 我先记录下来啊 At least 我 聊 你有听到吗 我有 我在这里 可以 你可以讲话 我看到很多声音了 来 你是小雨是吗 我是小 对对对 小雨 OK 我们来 有什么要讲 有什么要讲啊 就是 现在的时候 真的是应该要保护自己哦 大家要小心哦 现在 尤其是现在 每个人没有做工 所以 到处抢劫很多啊 现在出去都要很小心 小雨我问一下 你讲说你 以前有 像你现在有吗 有 我 之前有用 然后后来哦 因为 搬家了都不能丢去哪里啊 不要紧 花一点钱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给你的家人也好 嗯 OK 你之前买的时候 你有用过吗 没有用过 只是拿来帮什么了 好事好事 所以我五分给你 然后我想说 你下个星期拜三拜六 每个拜三拜六 晚上不要约会 OK吗 不要 再讲 陪我们聊天好不好 嗯 OK 可以尽量了 我没有出去就OK 不要出去哦 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不要出去哦 因为下次七月半了 没有啦 现在 现在没有啦 现在这种行情 这种不敢出去了 因为有时候要 女儿要睡觉嘛 要哄她睡觉 那你有女儿了 这样我就没有机会了咯 哎呦 我两个孩子了咯 你女儿几岁 我女儿啊她两岁 哦 sorry啊 我没有练屁童的哈 我三十八岁我单身 我女儿两岁 可是我儿子十八岁 十九岁 我两岁我也是三岁 十八岁 要半到九点半岁 你们那边有两个人哦 旁边那个是会会吗 哎呦 哈哈 啊哈哈 旁边那个是会会吗 啊对啊对啊 会会一起啊 OK 来 会会讲话 啊 讲话 我知道你很怕阿杰骂你 因为阿杰他一叫你开声音 你不要开 他叫了你三次你都不要开声音 我第一次叫你你就开声音 不过阿杰不会 不过阿杰不会 他的声音 呃 你好 呃 呃 你好 我来了 我看你翻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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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翻声 我看你翻声 我看你翻声啊 我看你翻声啊 他去了吗 有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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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是在会会讲话的过程中 其他人 你们把你们那个麦关起来先 OK一个一个好不好 因为突然间你不开声音的话 我不知道谁啊谁 好的 来现在是属于 灰灰 啊 你好听到吗 灰灰 我听到你讲话 你讲你之前在夜场做的时候 在夜场的时候会遇到那些色狼啊 会啊 很多啊 以前有一次在巴士到剧情牙波的时候也是有遇过 但是那时候我 在那里 你在那里遇到 巴士上也是有遇过 哦 他没有在这个group里面哦 蛤 他 你讲的那个色狼啊 有没有在这个group里面 肯定没有 有的话跟我讲 OK继续 没有 就是我认为你刚才讲的第五那个什么 绑守的那个比较特别 因为没有听过 我也不知道 如果像是我是匪徒 我绑你们的话 我会叫你们帮手 哦 因为我可以分享给其他人知道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OK继续 嗯 在巴士上 到那个色狼 然后你怎样解决 你怎样怎样对付他 他一直来坐我旁边靠近我 一直要动我的手 然后买人来的我就直接拿电话出来 然后我就直接骂他 然后他就反过去点我 起来的时候他又不要给我挂 他脚一直要夹住这样 然后我就直接踢他 我直接跑出去了 明白明白 漂亮不是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太理力了 有办法 但是这个不是你的追啦 过后你就是这样子 到他有跑掉吗 没有 他还跟我下车 还跟到我卡斯塔那边 走上走 在我家烙圆圈 卡斯塔嘛 是去新加坡的 对啊 我进去找工 来做工 忘记了 明白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一个人 对对我一个人 所以你也没有 因为进行阿波卡上不可以带弄 明白 过后这个这个王八蛋 这个色狼有被抓吗 没有啊 我刚才闪来闪去过 我去那个警察去旁边 就打一下一下子 他就不见了 明白如果下次你有什么的话 你记得要小心知道吗 明白 那你还有什么要再分享给其他人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有了 说 你刚才小语无分 你也无分 好 谢谢你 要个拜三记得 阿杰会问你东西的 因为阿杰很在意你 OK OK 谢谢你 OK 接下来 阿玉香 阿玉香姐 听到 你第一次跟我聊天 对阿对阿 我三个都聊过 你跟阿杰聊过 我很妒忌 因为你跟我姑姑同名吗 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 你怎么分享的 因为我很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很重要 我跟你分享很久以前的事 因为是我先生的早早发生的 他驾车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两摩托 是两个印尼紙 他就开那个铁门 开了铁门的时候 铁门不是砍大那印尼紙 拿巴朗刀进去 拿巴朗刀进去 两个 两个都一个驾摩托 一个拿巴朗刀 他就进去的时候 他就敲他的玻璃 巴朗刀砍到很不利 好歹 他的少少的车 是防巴朗刀砍不进去的 他少少很定 很定就是 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少少就慢慢驾着 铁门出去 懂吗 鬼族怕吗 鬼族怕就 铁门都快快 驾出去跑 鬼族也是叫摩托跑掉 这个我少少也 在背部 背部也是很红的 很多年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 是你的大哥跟你大嫂 不是 我先生的嫂嫂来的 你先生的嫂嫂明白 他们有事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的巴朗刀砍玻璃 因为砍不进去 他砍两边 砍不进去 好彩家里 他的小孩子还很小 过后 他孩子也不懂发生什么事 也是在那边躺住 他的嫂嫂很镇定 驾车出来 哇 那个真的是很严重 好彩 他人没有事 他也没有事 家里也没有进到去 进到去的话 可能小孩子会受影响 对 好彩他的玻璃 因为他是加新加坡车的 玻璃是好的玻璃 防占的 防占的 是啊 他巴朗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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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耶 明白明白 砍不进去 砍不进去 所以他就放上 以前的Facebook 没有这样多人看吗 对 因为我们没有用手机的吗 就是这样放Facebook 过后 过了三年的时候 还是有人放出来 明白明白 给人家知道 这个 那个 抢肥真的很 够练 巴朗刀也是大大只 因为他住在很甜蜜的地方 明白 真的 真的 真的蛮危险的 以前 住的地方 他们没有 那个 盖 看住他们的 没有盖的 对 那些 那个 打抢的人 容易禁忌 明白明白 就是他的这个 真的是 听了是 我们就看到他的影片 我们都看到 毛孔都一起 他真的做人 一定要 镇定 对 那些保佑 没有事情 对对对 就是分享完这边 明白明白 谢谢你 你还有什么东西 要分享吗 分享 以前 年轻的时候 在中国做工 刚刚好 我在那边做东西的时候 外面忘得到马路的吗 有个Auntie买菜回家的吗 也是两个马来人拿一把小刀 他的小刀啊 这样就他的顶像的吗 那个Auntie啊 只要钱了 他还要喊 喊了 那个打抢的人 走掉 对 匪徒没有伤害他了 他没有没有 他抢了他的圈的时候 那个Auntie在那边大喊 我都看着他抢 我都怕 一边啊 啊 会怕 没有看到这种打抢的东西 我看到真的是 整个 我自己的脸都会轻掉啊 两次有利了 当场的时候 真的会怕 我们男生都会怕 何况你的女生 因为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刀嘛 是不是 对 我怕他爬进铁门 爬进来 打抢我啊 我怕他快快跑啊 因为我一个人看到吗 好 好了 现在分享完了 郁香姐给你五分 谢谢你啊 好的 谢谢 Zoon 你刚才好像有开声音啊 Zoon Alice了 才有人 现在没有人开声音 随便一个人开 都可以讲话的 OK Evin Evin Yes 没我分享的哦 听到没有 我看到你跟你妹妹 还有你的干女儿 一起开声音啊 来 我 我 现在跟你分享啊 你听到没有 你是Zoon还是Alice Zoon Zoon OK好 来 以前哦 我的干女儿开门啦 他就给我 我就给一个朋友 他故的啦 他是住那种独立室 他到外面的铁门就没有关 就那个毁度走进去 走进去 他也是有女佣的 这样那个女佣 就快快抱住 抱住 啊 Zoon 我的干女儿 那时候才三岁他 还有那个奶妈就讲 你抱伤害人 他讲我要 我要 抱你的孩子 那个奶妈就讲 那个孩子 你不是我到我家住的 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拿 这样他就没有伤害人咯 这样他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他就拿咯 就是我的 我的那个 啊啊 我的开雷的奶妈 告诉我的啦 啊 就是这样子咯 啊 啊 就分享这样 明白明白 问你一下 对方是 啊 什么种族的 很像是 印尼 印尼人类的哦 印尼仔啦 啊 就是 但是 当蔡文三岁的时候 就是十五年前有了咯 啊 是咯 明白 最后 最后要 他要抢的那个 baby 是谁 那个 baby 是蔡文啊 蔡文 我 律师讲我的女儿 我给人家雇的在KL 哦 真的是Alice的声音 我听到 隆隆来抢肥 就要抢我女儿吗 那个奶妈就讲 你不可以抢 等下我怎样来赔给人家 所以蔡文最后没有被抢去咯 没有 我被抢去 妈妈还在这边 被抢去就不在了咯 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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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讲 还在 我现在 我现在 那时候你不怕 蔡文不怕 那时候你不怕 蔡文不怕 那时候你不怕 蔡文那时候被抢的时候 你不怕了 你的三岁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啊 忘记了 他那时候才三岁了 那你懂 嗯 明白 蔡文十八岁 所以你自己咧 你自己对你这些看法咧 在外面有没有遇到那些 是伯伯 昨天啊 昨天啊 昨天遇到那个哦 我们在医院哦 呃 不知道是 老亲还是要抢皮包 我不懂啦 我在医院的时候 带配方去看医生嘛 然后一个女人 大概是 四十多岁 她就问我拿五块钱 等到五块钱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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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本来要给她的 我就怕等下我皮包 如果拿出来 我就怕她抢我皮包咧 五块钱虽然不是很多 可是我怕 我一拿还没有拿 拿钱出来 那个皮包给她抢去 可是我都是没有给她 在医院的时候啊 哦哦 我没有给她咯 我跟她讲我没有钱咯 她是华人马来人 还是印度人 华人华人 OK 你没有给她捡到你 那你 那你人四十多岁啊 她说她要五块钱罢了 哦 华人女的啦 啊 可是也是怕嘛 等下皮包 我拿出来 那个钱还没有拿出来 她整个抢去 跑掉去 我不是查 对 那些IC credit card 什么电话抢去就完蛋了 对啊 所以那个不是要抢钱 还是要 那骗五块钱不要捡 是怕她整个皮包 帮我抢去咧 对对对 你讲得对 啊 所以最后还是没有事情 OK 等下分享完了 留给下一位 留给下一位 你们等一下几点回 重新要回一把 呃 等一下咯 多一下咯 小心驾车啊 中车重新 June五分 Alice要五分 蔡文五分 不要记得小心驾车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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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 conny刚才你好像有开声音 conny conny OK 我是没有 我没有遇过歹徒啦 但我没有遇过 去巴萨的时候 去巴萨的时候 OK 所以她出了要钱 她看到我妈妈有带耳腕 叫我妈的耳腕 撤出来给她 OK 我认为啦 我认为啦 我们出门就要带点钱啦 万一遇到歹徒 就是给她钱算了 OK 因为如果你身上没有钱的话 她可能踢你 或者是 踢你去龙杠 勾起里面 因为我听到很多可以是这样子 身上没有东西是 她会 她会欺负你 踢你啊 你自己受伤咯 就是如果她抢不到钱 她会发脾气 攻击你 对啊 对啊 所以大概准备多少钱 也会比较好 不要购太多啊 20块啊 你出门骂 20块 这样子哦 身上带一点钱 明白 带一点钱会比较好 就是她要抢给她抢 抢完了 过后钱财身外物 人没有事情就好了 对不对 对对是 我是不敢反抗的 明白 你有买Alarm吗 Alarm我没有买过 但是以前我教过我老板 给给我一个 因为我跟了 五天之后 我坐 我坐mini bus 上班 是不是 我的钱包 被扒手拿走了 我也不知道 到五天之后 我才发现到 我的钱包不在了 我上mini bus 我才发现到 我的钱包不在了 我跟老板讲起 老板就送给我一个Alarm 这样子 那个Alarm 现在丢了啦 我很想真的很想 所以能的话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 放在你自己的包包 或者爹爹的家人 希望一辈子都不要用到 因为Alarm 真的很重要 Alarm 不要 因为 有一些他们是跟我分享 什么 如果真的 她抢了过后 我开Alarm 外面的人会看到 帮你追那个Alarm 或者声音 喊到几道声 可能我们紧张 我们喊不出嘛 所以Alarm收起来 也是很当然啦 我不想 希望你们会再用到啦 Conny还在吗 在在 所以你有 你是比较建议 Alvin 你有卖Alarm吗 我没有卖 你去Shopee 淘宝 这个Alarm 是我和我妈妈 来告诉大家一下 所以Conny 你是建议 真的出去 钱包要带一点钱 给那个匪徒拿了 5块 10块 20块给他拿了 至少我们生命 会受到威胁对吗 对对对 谢谢你Conny 我给你5分 谢谢 OK 不客气 拜拜 玉云 我看到你开麦克风 是 开了 你好 你好 我想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的 现在的年轻人啊 晚上有些 很喜欢一个人走走路 也喜欢走那种黑暗的那种路道啊 嗯 就是 有些就假厉害咯 送了朋友 又然后自己一个人走去暗暗的回家 啊 没有想到等一下外 外面啊有那些 无意中想要 打劫他们啊还是说 绑 绑架他们不懂去干什么事都不知道 好像有一年我的女儿也不是中招啊 幸亏她精灵 从另外一个门跑跑出去 跑去有人的地方 嗯 所以才逃脱了 过后没有事情你的女儿啊 呃 她好像拿个小刀割到她的下巴有连了疾风 你的女儿那时候多少岁 你的女儿那时候几岁 你的女儿那时候几岁 十多岁的时候啊 所以到现在都会 不要夜夜的回家啊 讲不听的 现在有一个阴影咯对于她来说对吗 呃 呃 我也不懂有没有阴影啊 没有听她讲过了啦 她几岁了现在 她可以明白 现在二十多位了 明白明白 她被捉上车 明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人没有事情就好 最重要 就像我们大家现在都 渐渐看看 人没有事情最重要 啊对啊 没有啊 性格也是精灵啊 如果那些啊 比较不精灵 一抓上去 就好像不会喊啊 不会说 从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 就糟糕了 不要讲你们女生啊 如果我们男生可能被捉的话 我们也不会 一紧张一趴起来的话 所以身上 对吗 她比较精灵一点哦 她会逃脱 是说真的 她不精灵啊 真的是也是看不见了啊 那时候她的身上没有任何 防备武器吗 没有没有 现在她 有了吗 啊 现在呢 现在她 如果她出去的话 她会身上 拜那些 一些防备武器吗 现在啊 她会驾车 就自己驾车了了 长大了吗 所以她也不会说 独自一个人了 会找朋友了 对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 车的话 也可以放几个武器 我的车也是有放武器的 哈哈 就好像那个 有一些 有一些手电筒啊 是有alarm的啊 还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很怕 她 敲坏我们的车 进里面倒墙 当然我不希望 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 是预防万一啦 因为现在这种年代啊 很怕 这种是可以预防 就是预防啊 所以一上车就是门 先关了先 还是上车下车 那根门先关先 对 对对 你讲的对 然后有一些 他们好像 因为我们的车是没有 刚才 刚才 刚才是谁讲 那个防荡玻璃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车是没有 防荡玻璃的吗 一敲就破了嘛 所以真的要小心 有两个人在一起 就比较好咯 江玉云还有什么要 啊 分享给大家的 还是有什么啊 希望大家可以避免 给肥狐盯上的机会的 有吗 有啦没有啦 嗯 谢谢你玉云 嗯 给你五分 谢谢你 然后记得下个星期三 晚上八点八点半 记得去Facebook哦 好好好 OK 谢谢你 谢谢 来各位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因为啦 如果还要讲话的话 都会下车 因为现在有一个 惊喜啊 有一个supply啊 要给大家 什么supply呢 我是Alvin啦 之前有阿May 有阿Jam 有Fendy Jam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要听你的声音 Jam 你准备好了没有 OK 等我一下啊 Alice Liao 蔡文 你们还有在吗 有有有 因为蔡文 他电话没有弄到 Zoom 他弄我 跟我一起啊 OK 你叫蔡文 记得看啊 现在 我把 麦克风 交给他 Zen 我spotlight你 我交回给你 让你看 等一下啊 我spotlight你 给全部人看先 来 这样你讲话看 OK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很清楚吗 清楚 OK 那么首先呢 我就要非常 感谢所有 有来参与的朋友啦 然后今天呢 为什么我会戴着Mask 我会戴着口罩呢 因为我也是在上班 冰城今天呢 也是一千三百多钟喔 总数呢 也是二十一千多钟 所以我希望大家小心一点啊 那么其实呢 我可以 拓免照 跟拓口罩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 都要比较好 所以想大家体谅一下 那么有一件事情 很开心的 就是呢 我看到今天大家都很 踊跃的参与 Kelvin 叫大家开麦呢 大家都很配合 那么这个呢 我是先给 大家一个掌声 好了 我又心里不平衡了喔 为什么呢 我叫大家开的时候 大家又没有开喔 哈哈 那么昨天我很开心 我看到阿妹呢 阿妹有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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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呢 看到大家的改变很开心的 因为阿妹有在吗 大家都给很多反应给阿妹 阿妹有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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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话 比较少许多 我们请问你 你讲话比较 方慢速度一点 明白明白 明白 OK那么 看到大家的改变 很开心的 因为 我觉得 这个Zoom meeting 今天给大家有一个 说话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 不过可惜 今天呢 是最后一场喔 但是呢 不要误会 不是真的是 最长是目前 我们Zoom的最长 我们下个礼拜 会继续跟大家一起 玩游戏啦 一起讲话啦 OK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 关于 Alvin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 不过时间真的很不够用了 所以我也是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边 因为今天呢 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要给大家跟我一起去做的 OK 为什么呢 首先 我就先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待会今天我来这边 我是做些什么秘密的任务呢 OK我们过来看一下哈 那么这个任务呢 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得到我的脸吗 看得到哈 看得到 看得到 OK那么呢 Alvin你需要帮我 啊 我Spotlight你啊 对 Spotlight有开Weeder的人 因为今天呢 我也是 才知道 啊 我们有个同事啦 我们的好同事什么事情呢 嗯 嗯 OK 今天呢 是我们的好同事 啊 有同事啦 同事你们也认识的 帅哥 Fandy 那么为什么我们叫菜文 留下来不要让一走呢 因为今天呢 也是菜文八月份的生日 不是今天 不过我们提早 让他们庆祝先 那么我呢 就讲 大家 开你们的麦克风 跟我们一起 参使生日歌 给他们听的 大家开 我能不能这样子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发现到 当大家同时都开麦克风的时候呢 会有杂音 嗯 我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生日歌呢 只是大概五十秒 所以你听到这个歌 响起的时候 你要唱的 你可以开麦克风 对了 开麦克风啊 大家 在这边留言 我跟Fandy啦 给他们知道说 我不是很好心 因为早上呢 我已经送一份礼物给你们 我请他吃一顿饭 但是你们 还没有送礼物给他们 你们的动作就是 请你们在那边留言 或是你们开你的麦克风 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有没有听呢 就五十秒而已 是吧 准备一下了没有 好像非常的宝贵 我们一起唱生日歌 给这些位寿星公 和寿星河先啦 今天就是寿星公啦 寿星公啦 我帮你听一下 先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咯 好 我们就来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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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Fanny祝你生日快乐 好啦 我看到不是很容易 我应该只有几个人 写生日快乐 其他的应该还在睡觉了 OK 就这样是他 我们都收到了 有没有听得到吗 听到什么 听到音乐 我吗 音乐放了咧 我已经放音乐 你没有听到吗 你的音乐是从电脑出还是 哦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等一下哈 我这样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音乐 你要share share起来音乐 对呀 对呀 如果你音乐从你电脑出来的话 你记得share的时候 你记得看那个 哎呀死了 这样我们出丑了 在他那边去唱歌 哎呀 吵谁人的 了解 我给你几餐 为什么你们不跟我拍呢 我出丑了 我自己唱啊 我今次我不唱 给你几个机会来唱 OK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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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呢 今天呢 有两个论路了 第一个呢 就唱歌给我们的 你 你可以做任何的 你可以做任何的 你可以做任何的表情 你可以摆任何的 你会感到的 如果你的右边面亮一点 你会摆右边面 如果你是左边面亮一点 你摆左边面 想请大家开这个video 因为我们呢 想拍这个大合照 现在呢 我的前面呢 已经开了全部人的名字了 只是 擦你们的照片 你们的脸还没有出来 所以想请你们呢 把你们 开出来 你们想拍一张大合照 skinshot OK吗 如果你没化妆 就快点化妆 不过如果你没有穿衣 你千万不要开镜头 你要穿完衣 这里一定要穿衣 才可以开镜头 你记得什么 我们请大家 拍你们的镜头 我们想拍一张大合照 OK Mandy 我们说得了 我们精快 来 月月 阿妹 你想你们可以开镜头 我们拍一张大合照 如果你在驾车 不用紧 你不用放你的脸 你就放你的车头 的灯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啊 这样是你要小心驾车 Mandy 谢谢你 还有谁吗 郁云 谢谢你郁云 来 阿妹 准备好吗 阿妹 准备好吗 你准备好吗 准备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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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非常好 还有谁 OK Maggie 我见到你了 下次当你猜我吃糖醉 来 还有哪一杯 Tatako你好了吗 蔡文你躲在那里 啊 我看到蓝衣的了 我看蔡文的脸 你要算在哪里啊 蓝色衣那个 我看到玉云 看到Maggie 看到了 看到Mandy 没有了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么久了 嗯 OK 余祥呢 我们的美容上面 你在哪里 还有 Alice Chao 还有 Cony 灰灰 小雨 可以可以 不到我 不要请慢慢慢慢 排长大 我们等完他们先 是 你好你好 还有谁 还有 小雨的 我看到了 小雨的 看到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拍照吧 拍照吧 好 给那个 你刚会缩头啊 总要洗肝 哎 每人开 每人可以啊 每人一起可以啊 郁香 谢谢你 郁香穿蓝色衣 今天 你去shining啊今天 OK 好了 Mis Lee 我们的呃 Kuching的总部的 Mis Lee啦 都开了啊 不过尽量不要含蓄一点 他开他拍了 给我们看 OK 好的 还有 Tatako呢 Tatako在哪里啊 Anna June 惠惠 阿妹等你们 好 Mis Lee也准备好了 看到吗 我们我们的总部啊 我们的那个 Mis Lee的 马路甲的 不马路甲 国庆总部有没有 你们懂得这样看吗 如果你不懂这样看 你记得你去你的右上角 右上角呢 你的camera有个写view的 view你开了过呢 有一个叫Gallery 你按Gallery 你会看到我们全部人的脸了的 OK 我们在等多一下子 因为我们的美容师还没有进来 我们的 Anna June还没有进来 阿妹还没有进来 Tatako还没有进来 还有小语哦 小语 你答应我们讲说 你要讲话 你不要讲话不用紧紧 你要开你的脸给我们看一下 OK 好Mandy也准备了 Mandy停车哦 停车 准备要拍照了 谢谢你Mandy 还有 还有谁我们要等几个 1234567 OK小语进来了 我们还有最后的次位朋友 祝母们的苏星公 好去哪里 那边 哦 我们的苏星公 你先担心 他去厕所 他去不空先 好办 一会先 OKMandy好聊 阿妹 你今天做什么 你今天 昨天这么漂亮 你今天 你搞什么 你刚才你 在家里都戴口罩 OK Mandy 阿妹准备好了 阿妹准备好了 小语准备好了 OK我们 Fendy呢 甚至 OK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就先 试看拍一张线 OK 我们先拍一张线哈 OK 我们拍了过后 我们share给你们 我试看先拍一张线 OK 我赢一张线哈 那我们彩排一下线 我说123 对了 你就摆出来 你最漂亮的一面 OK 最性感的一面 大提线哈 我们试试几个张先 OK 来 1 2 3 对了 你可以摆任何的手势 你来一次 1 2 3 OK 我们再来多一次先 拍一下引醒明显哈 OK 1 2 3 OK 那最后呢 我再讲一次哈 来 Katako Fendy Atlis Liu Ame HuiHui Energy 我们再拍多久一次罢了 请你们把握你们的时机 开你们的camera 我们真的是来这一次了哈 这一次哈 陪我5秒钟的时间 好吗 我们5秒钟的时间 我先看我们拍的怎样先 OK 呃 我们等一下先哈 OK 看不到Misty的脸呢 OK 这张拍的不错 但是有一些人 他的脸不知道怎么眼睛关掉的 欲云的手呢已经遮住自己的脸了 OK 我们再来多 我们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 OK 还没有开camera Fendy快点开啦 Fendy出来了 Fendy出来了是吧 Fendy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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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dy出来了一下 我们拍张大合照一下 Fendy准备了 我们等买Fendy了 我们去拍了一张 我们就结束了 阿妹你要拍camera吗 HuiHuiHui Atlis Liu 我听到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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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xn 之間 F gyuHuiHuiP uncomfortable af involved f bers F Ö 主要靈體最靈臣,來我們1 2 3 來多做一張,最靚的 最殺死人的,你結婚那一天 你今天結婚了,一成一次的 一次機會的,最靚仔,最靚女的 來,1 2 3 OK,好,搞定了,謝謝醫院 謝謝Fendi,謝謝阿妹,謝謝Maggie,謝謝美妍 謝謝Alice,謝謝Cony,謝謝小羽 不過最辛苦的也是Mandy,因為Mandy在駕車很悲閒 葉雲,OK了,剛才你的手呢,是遮住你的眼睛 你的嘴巴不見了,現在看到了,OK OK,Maggie,謝謝你啊 啊,那麼我就把Alice,謝謝你,我們可以關CAMELA了,美妍 好,謝謝你,謝謝你,好啦好啦,你們可以關CAMELA了 你們要開這也可以,無所謂 好嗎,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等下有空,明天一天我就POSE 給你們看你們的臉啊,最漂亮的臉啊 然後我把時間交給Alvin,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這樣你spot like我一下啊 好,來各位,我講完這個我就結束了 記得啊,剛才我講的東西啦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應對都好 然後一定要保護自身的安全,最大的前提咯 然後我教你們的東西,我真的,我希望你一輩子都不會用到 然後要結束之前呢,是沒有叉燒包聽了啦 我後面準備一個四分鐘多的video,怎麼來的呢 來各位,因為有聰明的匪徒啦,就一定有超級笨蛋的匪徒 後面的video,我是準備給大家開心一下的 因為美妍的女兒很可愛哦,還漂亮過媽媽 後面的video,我是給大家開心一下啊 記住做為今天的結束咯,所以記得看完video過後 才離開,ok嗎?所以我們就下個星期三 記得Add那個Damanjo的Facebook,下個星期三見啦 OK,拜拜,我就share那個最後的video給大家看啦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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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